马哈穆罕是想一战定胜负 好 朕听说马哈穆罕 有一支八千人的中军 个个都是好汉 我大明 从三千营里也选出八千人来 朕亲自带兵厮杀一场 给太后道喜 皇后诞下龙子 母子平安 恭喜太后 写在军报里告诉皇上 两个儿子在家里等他 草原苦寒 让他早早回来 是出什么事了吗 老二啊 你那个二叔啊 你怎么会有什么事 以前跟着他的那些人哪 到这个时候 不说话都觉得对不住 都跑到我这儿来说 说我的坏话 渊王 我当着他的面 承认了他在爷爷葬礼上 说的那些话 你承认的那天哪 很多人都在边上 越传越邪 我本来呢 是想慢慢告诉你的 你都知道了 儿子回来了 一切从长计矣 皇上驾到 皇上回来了 怎么也没人说呀 免礼 朕比军队走得快了一些 就这样 还杂到太后的一顿责骂 这就是朕的儿子 皇上快看看吧 眉眼倒是有些像朕 我刚才还对育儿说 你爹大胜了 那你将来也要读书习武 跟着皇上治国出征 若微的孩子见过了吗 在太后那里倒是见过 大一些 更壮实 太后说了 两个孩子的满月酒还没办 等我回来定日子 是 大家商议一下 好好高兴高兴 一切谨遵圣意 皇上 皇妃到了 皇上圣躬金安 正安 朕先看看孩子 来 朕看看你是不是 骑马舍剑的好材料 他还这么小 能看出来吗 随我来 好好好 来来来 做好 你看我儿子 当皇上当得有模有样的 皇上 你这是在开玩笑呢 臣死罪 皇后 汉王 当时我们当个人家 就是我们去动了眼睛